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管理学副教授袁博从 今天我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全球收益管理实力平台经济前沿文献 本节课程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全球旅游平台经济的兴起 旅游平台经济实力 全球旅游平台经济下收益管理的新变化 首先是全球旅游平台经济的兴起 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时代 全球旅游平台经济迅猛发展 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再是地方性的 而是全球性的 其定价情境变得月价高速 旅游平台经济的定价涉及许多领域 包括针对本地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策略 为不同细分市场定价的策略 进行精准预测利用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进行决策 平台经济是以平台企业为支撑 演化出新的经济形态 通过这些平台企业的成功 演化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并形成平台经济 所谓平台就是为合作参与者和客户 提供一个合作和交易的 软硬件相结合的场所和环境 平台经济是一种虚拟的或真实的交易场所 平台本身并不生产产品 但可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供求之间的交易 收取恰当的费用或赚取差价 而获得收益的这种商业模式 全球知名的机票比较网站包括 宾客集团旗下的网站 可以提供议定机票、火车、住宿和旅游活动 Keyak同为宾客集团旗下的公司 提供机票、住宿、租车、检索服务 天群是知名的英国旅游搜索引擎网站 以检索航班最低价著称 目前被协程所收购 最早依靠提供连价航公司的信息起家 后来逐步扩展到航公司 以及租车、酒店业务 国际最大的旅游电商包括 Xpedia是全球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 07年通过亿东合作进入到中国市场 其业务量大约占全球在线旅游市场的三分之一 Priceline是美国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 提供机票、酒店、租车、旅游保险等业务 宾客集团房源遍布全球 包括了民宿、酒店、度假村 别墅等多类房型 也提供预订机票、租车、旅游资源 非常丰富 全球旅游点评网站 比如猫图音Tripvisor 类似于国外的美团大众点评 作为国际旅游评论网站 及主要的内容是全球各地的餐饮、酒店住宿和景区丰富的用户评价体验 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旅游社区 而国内知名的旅游店商有协程、同城、去脑、途流、大众点评等等 全球旅游经济、平台、收益管理的新变化 包括了大数据的分析和利用、电子分销渠道的构建 大数据分析为收益管理的实践范式转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大数据指的是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快速可用性 其特征是大容量、高速处理和多样性 大数据可以帮助改善收益管理整个周期的三个阶段 预测、控制、设定和监测 比如将点击流信息输入到模型当中 需求预测的准确性又会提高多少 如何构建酒店的竞争组合 以反映消费者的看法 而不是反映酒店特征的相似性 目前的收益管理系统将客房库存 以细分市场的需求预测进行对比 预测的需求评估的概率决定相关的决策 如何将库存、房间分配到评级围栏、分销渠道 以及有多少房间需要超额预定 基于客人、酒店、城市和其他可用数据点 实施信息、大数据可以支持实施决策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说 大数据的支持行业 从牧田所采取效率较低的三级价格歧视模式 转向完美的一级价格歧视模式 后者可以使得大多数消费者剩余 可以被酒店所提取 一个极大数据的系统 可以将即时和动态地获取每个客户的信息 这些信息由预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在线活动所构成 包括搜索模式 预定和售价评估 为酒店、房间和其他产品支付的历史价格 客人简介、消费者画像、旅行时间、中程度模式、预定时间、交通方式 客户对各种营销行为的历史反应 以及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天气等等 通过对每个客人的需求 需求支付业进行最佳评估 可以实现最真实有效的优化目标 渠道管理已经成为收益管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扩大分销渠道是发展旅游业业务增长的必要步骤 这意味着需要应对新技术、全球复杂性和强大的合作伙伴挑战 互联网及其在线平台的到来 促使学者和研究人员重新审视商业模式 并适应通过电子分销渠道产生的需求 电子分销商可以提供收费的全托管服务 扮演旅行社的角色 在自己的流程和系统内销售产品 收取佣金 将产品重新包装 使之成为旅游运营商或第三方网站 实现产品溢价 收益管理需要对自由直接渠道和电子分销渠道的库存能力进行区分 通过第一步评估自由直接渠道的销售潜力 第二步预测和逆波分销商的剩余库存产能 来被分销商分配合适的销售量 在与分销商联合承办高折扣活动时 收益管理只在销售最疲弱的时期引导和限制需求 收入管理可依托于分销商的合作情况进行调整 这些情况包括可用性保证 制定专门的定价和述销来支持合作伙伴 以获得长期的盈利前景 而不是被任何短期的目标所稀释 渠道管理的长期风险不容忽视 因为主要合作伙伴艰难谈判的过程往往会消耗大量的资源 导致大量的利润从服务生产商转移到分销商 而企业对企业也就是B2B的关系 可以将服务生产者转变为提供利润率有限的原始产品的简单分包商 收益管理通过深刻理解收入和盈利能力来看上述风险 因此 电子分销渠道管理只在需求产生和收入流失之间 找到一个合适的折衷方案 收回对产品分销控制权的目标正在成为优先的事项 并努力实现直接渠道设备的现代化 其具体措施包括有门屋玩家的设计 智能媒体开发 搜索引擎优化 护教中心的流程化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中山大学管理学副教授袁博从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学习互联网时代的收益管理 互联网时代的收益管理演变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 从关注局部最优转化为关注全局最优 酒店收益管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酒店总收益管理的概念 它涉及到酒店的非客房创收中心相关的大部分未被开发的收入和利润潜力 功能空间餐厅水疗和零售 被列为最有可能被纳入收益管理的非客房收入中心 以往围绕客房收入的局部最优方法没有着眼一大局 即酒店整体 因此没有完全解决非客房收入中心与客房及其他中心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种计算孤立主义很可能导致自由的结果 无论所采取的孤立作用方法是多么有效 酒店总收入管理理念并不是将收入管理平行用到除客房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 无餐饮水疗和高尔夫 而是同时考虑收入来源的相互关系 以制定一系列的价格来优化酒店的总收益 第二 关注收益的完整度 也就是Revenue Integrity 十年前来自行业的报告提到了旨在遏制收益流失 提高收益并降低成本的新原则 Rose在2007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专注收益完整度的学术论文 收益完整度在当时被描述为收益管理实践中 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 在十年的时间里 收益完整度已经被业界广泛认为是提高企业效率的一种选项 信息技术企业已经为服务业企业开发了一系列用于实现收益完整度流程的系统 如阿玛迪斯的收益整合平台来改进实施全局收益管理的方法 利用收益整合平台可以实现最好的价格转售工作来优化收入 减少因系统滥用而导致的收入稀释 拥有独一无二的预防功能以阻止收入的流失 所有的优势贯穿于整个服务的链条 收益完整度的目标是确保从预定系统的定价 定价条件的适用性 以产出为导向的销售策略 到费用清单审核整个商业列印条的一致性 收益完整度处于几个学科的交叉点 包括市场营销 财务成本控制 运营管理 IT和系统管理 数据追踪 严厉资源技能和销售等等 然而在大多数服务公司 由于四大问题 技术 程序问题 通讯问题 和运营问题 收益完整度往往败于营销运环节 如果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 将会得到额外1%到3%的预期收益 许多从业者们均支持开发 实施完整的具体的解决方案 以在全局化一体化的收益管理理念背景下 加强收益完整度的稳健性和效率 收益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的整合 被称之为酒店收益管理最具有增长潜力的领域之一 在未来 顾客将成为收益管理的驱动因素 以顾客为中心的收益管理是一种新的收益管理方式 基于顾客价值的收益管理 可以通过有效利用产能和建立可盈利的客户关系 来克服基于交易的收益管理的局限性 因此提出应从需求导向的定价法 转化为以生育和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法 整合收益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的概念 已移入到酒店和流业 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但同时它也面临挑战 酒店潜在的管理冲突可能会成为两者整合的障碍 包括目标管理 时间表管理 可感知的业务资产 绩效指标 以及管理者实现个人设定目标的方法等等 顾客价值识别在收益管理决策中 重要性得到专业人士的广泛认同 他们提出 对新一代的收益管理决策者 特别是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事项当中 以简收益管理对线上线下营销策略影响的能力 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 开发顾客导向的收益管理系统 收益管理系统是由两个嵌入性的战略信息系统构成 一个是带有战术详细数据的反应循环 一个是带有战略整合信息的慢循环 收益管理涉及到大量的数据预测 大规模优化的计算密集型过程 收益管理系统是由运筹分析工具 预定系统以分销系统界面构建而成的 收益管理系统的构建 未来前景是以用户为导向的 网络技术是以用户友好型 或敏捷软件开发方案为主 为实现用户决策过程 为收益管理起点提供的可能 比如混合需求模型 将票价需求分解为由差别化的 产品导向和非差别化 价格导向的需求两部分所构成 因此在混合需求模型下的票价 是以产品导向需求下计算得出的 未调整票价 和价格导向需求下的计算得到的 调整票价 两者的加权平均数 第五个方面的转变是 传统营销转化为数字媒体营销的兴起 如何利用社交媒体等快速发展的 数字营销策略来改进收益管理 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另一个研究领域 利用社交网站 比如Facebook Twitter Provisor YouTube 作为接触潜在客户 了解客户行为 建立和维护客户关系 影响客户价值感知的手段 已经成为另外一个受欢迎的研究领域 绿色指出 收益管理未来的重视 是企业生育 对于企业来说 拥有积极的生育和在线评价分数是既然重要的 它们关乎着收益绩效的提升 除了地理位置和需求等更传统的定价因素以外 未来的收益管理定价决策也很可能是基于酒店的生育 而重要的研究发现 消费者在选择酒店之前阅读评论的数量 随着行人推与逐步增加 如果一家酒店的评分在五分之中能够提高一分 那么这家酒店的住房率可以提高11.2% 并且仍能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不变 酒店的定价权受到用户评论的影响 而幸运度每提升1% 每间可受客房的收入就会提升1.42% 第六个方面的转变是收益管理系统向非传统服务领域延伸 行公司酒店和汽车租赁是收益管理应用的三个主要领域 然而收益管理潜在的适用性正在扩展到一些 具有类似行为的特征的服务行业 在非传统的应用的收益管理行业中 餐饮收益管理是近10年来研究最多的领域之一 另外一个是邮轮业 移动平台社交型商务可以作为餐厅收益管理的分销 等等主打社交的版本包括enjoy 觅食 特色餐饮的有葡萄酒 主打堂食优化的比如像美味不用等等等一些平台 此外定位服务技术 location based service也可以帮助实现一个确定的区域内找到客户 目前航空公司和酒店的收益管理大多是系统导向的 而非传统收益管理将引入收益导向的收益管理系统 服务导向的收益管理系统的初始投资成本应该低于是 系统导向的收益管理系统 因此有利于小型企业经营者利用收益管理系统来提高收益 谢谢大家